学佛人一定要珍惜今天 不能去贪那些带不走的名誉和地位 想一想 凯撒大帝当年征服了欧洲 征服了亚洲和非洲 他当年号称大帝 他跟他的下属说 当我要死的时候 你们把我装在棺材里 把我两个手要放在棺材外面 他的侍从说 为什么 他说我要让全世界人看一看 就是我凯撒大帝 这样的人走的时候 也是两手空空啊 所以我们不要为了名利好面子 一辈子有的人为了名利付出了生命 一场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人生 让我们一无所得 最后无奈地离开了人间 所以学佛人我们一定要知足常乐 要改变我们现在 天天开心 天天感觉到很满足 很拥有 让自己去除无名 知足常乐 我们去除人间烦恼 不争人间 天下事 事看谁能 天上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